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官员当场证实 审守司机已经死亡 相信他是一名外籍男性 具体的身份还有待确认 至于44岁的托格罗里司机腿部受伤 当局还在厘清车祸噪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